歡迎各位網友收看廣場媒頻道 來到2024年5月29號金融圈秘密 何麗莫和大家主持節目 今天嘉賓繼續是我們的老拍檔Mr.T Mr.T 你好 柳總理好 各位網友好 最近大家都很關注台灣的選舉之後 第一 二選舉現在5月20號就新總統就職 就職典就發表了演說 裡面提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中共方面就聽到很怒氣了 因為它打算大吃小的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就會吃掉你的中華民國ROC 就大一桶 一個中國就指PRC 現在賣錢就說慢著 慢著啊 你有你 我有我 不要混在一起 搞到遺台軍演 這個遺台軍演就都很多 很多很值得說一下的地方 Mr.T 是嗎? 是啊 你知道近來就職之前不停派軍機派軍艦去騷擾台灣 但是這次就直接是 發幾十架次的飛機和不知幾隻戰艦去包圍台灣 我想他以為只是這樣嚇疾台灣 但是很搞笑 台灣的人就 我都不知道是恭喜他或不恭喜他 反而對這個軍演威脅就當不好那件事 反而關注這個八卦新聞 有個日本明星 說出軌的問題 關注那些 真的有一點好笑 那個日本藝人的星野元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他是誰 我都是看報道知道的 你如果真是殺到埋身 你應該是很緊張一點 但誰知不是 不知是否對國軍充滿信心 還是對共匪不用怕 沒有了道的 會不會是這樣呢 但怎樣也好 我希望 不要真的打了 雖然我很討厭共產黨 但我都不想身靈塗炭 真是要打了 也都不可以手軟了 大家 是 真是打呢 就暫時都未曾知道何時何日 因為要打仗 就不會事先告訴你 真是打呢 就在第二期內 宮崎無臂 孫志遠說 大家不用讀完本書都知道了 宮崎無臂 突襲 但是你剛才說 台灣人這麼喜歡看星野元 這些是一些日本藝人 藝能界的 所謂出軌啊 什麼娛樂八卦 大家看完之後呢 就好像這頭講 那頭不記得那些 但是台灣人呢 在總統就職典 那幾天呢 就盤人看這些八卦的東西 跟著三天 就職三天之後呢 剛才你說的軍艦啊 飛機啊 扁天白南飛來的嘛 又圍著台灣嘛 又五個什麼演習區 台灣人 即是剛才你說 喂 你就叫軍演 我又叫約犯 就好像著意為常 呼死你共產黨 聲音就很大啊 但是行動就很弱雞啊 但是怎麼弱雞呢 台灣人怎麼看它 恃之以鼻呢 原來 原來中共真的有些蝦的東西出來了的 Mr.T 真是笑爆嘴的 自帶行動 我們看它那些中央電視台 或者大陸的官媒播出的那些侵台 或者供台的動畫片 原來是3D的動畫片 是畫出來的影片來的就播了 這個是不是挺好笑啊 用漫畫來供台 我看完之後我還畫得很低能 麻煩你畫都畫得好樣些啊 找黃玉郎啊 馬榮成啊 幫你畫得好些啊 是不是啊 再不適合找公其進翻山幫你畫啊 反正你今天日本仔就死了 捉他出來咯 我看完那個動畫供台 我真的撐不住啊 其實這樣看得到我都開心的 因為可能反映他們真的沒有錢 或者今天武器是流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怎會 那麼儀欺啊 記得老總統跟你說過呢 他們那些演習很成功的嘛 每次都 炮很準的 打得很準的 不過問題呢 他們所謂很準的 就是在那個靶子撞炸藥 所以炮就這麼準 一放炮的時候 然後就爆炸了 那你以為他們很厲害啊 現在這次我覺得 可能連你放炮彈的錢都沒有了 就有畫卡通片啦 畫動畫啦 但是畫得粗糙啊 真是哎呀 看完之後我都笑到綠地了 如果我是台灣人呢 我都 我都癡之以鼻劃之距 是 股市當然大家都以為 但是台股嚇到飆尿啦 結果台股就上漲 大陸的那些戶子啊 上海股市就下挫 都跌到便宜不能 一個升一個降 被人打的那個 就是所恐嚇呢 就反而升啊 他打贏那個惡人呢 股市反而下跌的喔 這個很奇葩啊 這個自己 自己惡史能登就反而腳軟了 股市 有什麼解讀的呢 Mr.D 其實我就覺得 這個解讀就是 民心所向啦 我覺得就是 大陸 除了那些小粉紅之外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想打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自己會 自己會 就好像俄羅斯那樣 你打兩年都沒打完 整天說要徵兵 是吧 那現在你知道呢 這一代都還有一支政策 那如果死去就怎麼辦呢 絕後了喔 以中國人來說絕後不行的嘛 不後有三無後為大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他們 其實 民心也反映到 根本 把口就是要收復台灣 真的要做的時候呢 我覺得他們都是 相對比較理性的 這個理性呢 就在股市那裡反映出來 是不是 如果不是沒有理由 通常 你打人家 一日兩個情況而已 一日就攬炒 大家一起跌 一日就對方跌 是不是現在 不是的 反過來 這個就是要找些諾貝爾 經濟學長得獎者來研究一下這個現狀才行 我真是不懂的 是不是 我們這些繁枯俗子的理解 應該投股跌打媽媽不認得了 是不是 台積點 坎奇 聯華電子 曹興盛 那個華聯 那個是不是叫華聯電子 華聯還是聯華 我忘記了了 總之就是這些要撿得了 這個什麼 Lewidia 台南那個現在的古王 黃仁芬 黃仁芬那個 就是了 但不是的 是升的 升之中就當然 你看到 台灣人都看死你了 你大陸那些什麼東西 你從96年開始搞 用軍事演奏來嚇台灣 台灣說我們多了一間大學 叫做 黑大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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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大嘛 是呀 是呀 這個排名的 世界有排名的 是呀 亞洲一定肯定是第一的 是呀 有黑大畢業的 台灣民眾 2350萬人 個個都在這裡畢業 包括嬰兒都在這裡畢業 黑大的 所以 看到這個軍演 台灣人都紮以為常 都知道你共產黨 就是虛張聲勢 的確是虛張聲勢的 你比起兩年前 佩洛西 就是所謂喘訪台灣 當時是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當時是威勢的 又說你飛機來到我們就打敗你 結果人家飛機進了台灣 降落地你都還猛然不覺 哇 失威到呢 接著就弄了 七大封鎖區 就是佩洛西一走 就圍台軍演 還大震著這次 這次就是四五塊圍著你 那個所謂的軍演區 在台灣的周邊海 就是南北 前後 那次是七塊 七大區 這次是兩天 那次還搞了好幾天 三四天 另外還有在演習區裡面 有些船隻都出了事的 Mr.T 又是令人覺得 就是很多聯想的 中共那邊 是啊 我想 這個真的很神奇 他說演習那兩天 有一艘叫做聯合啟稅號 這個是大陸船來的 負責打撈和拖船的功能 還有這個噸位不小的 有幾千噸的 但是沉了 但是原因是什麼呢 大陸又沒有公佈 也都再沒有說 進一步消息發出來 那為什麼呢 大陸有些言論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自己打沉自己 是不是 因為這些東西 殺錯良民 其實不要說 共匪 那些那麼低能 那麼沒效率 就算美軍打那麼多場仗 他都很多時候自己殺錯良民 殺了自己的人 是不是 那些戲也都做過 是啊 這些叫做 Friendly Fire 是啊 那你想一下 他又不公佈原因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很奇怪 是很典型的共匪的行徑 失敗了就不承認 不了了之 看到海軍鬥水兵 然後看到空軍 空軍好嗎 空軍都有一件事 令到台灣人大震士氣的 Mr.T 說 是啊 因為那裡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他經常說自己 大吹大淚又說自主研發 什麼遷錄戰鬥機 軍陸軍炸機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他竟然 根據報導 就是給台灣的F-16V F-16V型號的F-16戰機 雷達鎖定 如果當時真的開炮 射他 放飛彈射他 死眼的 那就是這件事呢 他不單止不可以耀武揚威 還在人面前 壞了都不知道 那就是國軍當時 當時那個 控著那個飛機 就是F-16V的那個機師 那個戰機機師 當時一個不小心 射到一個發射製 那對方的 F-16V的1,16V戰機和軍陸戰機 不知道為什麼啦 就隨時見海龍王的了 是啊 我怕不是見海龍王的 被那些魚摸黑漆吃了 因為你想想 中了飛彈 化了灰啦 從哪裏都剩下啦 是不是 是不是 你這樣跳散也跳不切啦 所以這個 這件事呢 真是 真是很離譜 反映到 共匪那些所謂軍 就是那些軍事上啊 武器上啊 大吹大雷啊 就好像說他現在的福建號 還先進過這個福特號 有電池彈射 我不知道老總你信不信 我就不信了 因為福特號 只是 只是在這裡 演練那個電池彈射 試驗那個電池彈射 船下了海 都撕了幾年了 才可以正式服役 哇你共匪老幾呀 失驚無神明 常規動力的航空母艦 可以用電池彈射 是不是 不要忘記要去拖著奶媽船 是啊 去拖著奶媽船才可以走 走著走著不夠力就要喝奶了 是啊 其實我常常很簡單 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不要計平日那些 就是平常那些補給 船走出海 是不是 你隨時美國一隻可以走二三十年 不用加油 因為核動力 但是你那些什麼 什麼遼寧號 山東號 福建號 七日八日你要加油一次 那你就死定了 怎麼打呀 是不是 這個就不用 其實專家都知道 大陸那些航空母艦是做給小粉紅看的 實際上出不了大場面的 這些是那些權貴集團 軍中的勢力或者有力人士 在做軍艦的時候就過河濕腳 大家就上下其手大發其彩 說那隻艦打不打得不關我的事 我都可能是去了巡城的了 到你出海的時候 但是他都撈了一筆撈粗東西 跟著那些家屬呢 就已經可能移民了去美國 然後那些錢呢 已經是在美國的 或者瑞士的戶口那裡 說這些東西 Mr.T你不問得那麼多 實際上這次軍演 沒有嚇嚇台灣的投資市場 大陸據報就4500家 上市公司就在軍演那兩天 股價大錯 嚇不了台灣 反而自己的荷包歸損 真是奸有奸輸 不要理他那個演奏了 過了23、24 其實20號就職總統 跟著很快 21號呢 國民黨和這個民眾黨 就是說在野那兩個黨的南北結合呢 就搞出了一個大頭髮 不是大頭髮 大龍蜂 就是國會抗權法案 搞到24號有10萬人 在夜間包圍立法院 這件事都看到台灣裡面有多少人 想為了砌低民進黨 現在執政的總統就是民進黨 賴清德 是聯手 呼應 一邊呼應外邊的軍演 一邊就在立法院裡面 搞內部的紛爭 就想奪 用立法來奪行政權 似乎真的是 好像呂應外合那樣的姿勢 這樣的趨勢 Mr.D 其實如果你問我呢 我純粹個人感覺 你不用說了 比如馬英九 應該改錯了 應該叫馬英犬 最近駅ます 最近什麼罪 muy ważne 他很恩 盡高laughter 你的姓馬跟尹與你差事 馬英犬 韓國瑜不用說了,訪問香港可以直入新華社 不是新華社,是中聯辦 可以直入中聯辦,去拜見那些芝麻綠豆官 你自己矮了折,國民黨麻煩你收皮,滅黨算了 和共產黨攬炒,好了,主要民眾黨 阿文哲那個,這個人我正確上去第一天做台北市長 我已經不喜歡他了,我覺得他很滑頭的樣子 一上游深深,這次他很興奮國民黨那邊 所以就搞出這樣的大頭髮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台灣,民進黨絕對不是完美 你也有很多貪污,但相較之下 比這個國民黨和民眾黨,沒有辦法 三個爛產你就選擇沒那麼爛的了 我只是這樣而已 其實你民主就不是選最好的,是選擇沒那麼混蛋 是不是?我是這樣看的 我不是那麼天真 不是說民主要解決一切,大家不要傻 是,這樣是對的 民主政治通常都排除了有選民的公民 裡面的一個投票的抉擇 可以排除了一些大間大惡或者是很壞蛋的人 但是就不能夠阻止到小間小惡 或者是呢,就表面正義 實質呢,就包藏禍心的人 但是都不要緊 給你玩三年、四年或者五年 接著下一次再定期選舉 又將你淘汰出來 就是起碼有選擇 喂,有選擇 那你就有發達的機會 意思就是說,發達所以不是一定錢的 就是起碼都有機會自我完善了 台灣現在剛剛一月選了這班 立法院就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總統那邊,就是立法院裡面 總統那邊的民進黨 變成只有五十一票就去不了 去不了,大多數現在就是 叫做潮,潮大,什麼潮小 在潮的小,力量小 野在野的大 所以過法案以後都有一陣子爭 但是說到金錢呢 似乎最近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我們都提過了 原來連續十七個月不斷買金 買入金,黃金,實金 這壇事有什麼解讀? Mr.D,我們除了說打打殺殺的軍事 都要照顧一下我們金融圈秘民 我的本業,六行買金 買到現在數量都很可怕 是呀,如果根據報導 他們連續十七個月買了1.1兆港幣的黃金 唯一上來就是這個1700億美金 其實認真說這個數目在國際市場 就不算大的 不過他們不停地買 那是不是有些東西顯示呢? 有些分析就說他不停地買 恐慌是戰爭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黃金才能換到武器或其他東西 另外有些分析呢 就是說他買好黃金 就準備迎接這個人民幣大貶值 哦 那至於兩個分析呢 其實都是對的 也有重的機會 不是說我們都說了 剛剛弄完軍演 是不是? 你現在說是軍演 一個不小心插槍走火 比如說 如果台灣的國軍 一個不小心塞金無神 按了飛彈鍵 那就炸了 就像殲16的了 還有軍六分炸機了 那可能來了就開片了 大家 好了 如果不是軍事上的 那唯一想到就是錢 是不是? 想到錢 那不停地買 有分析說 他真的是準備大貶值 那大貶值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想著希望貨幣貶值 可以增加出口 常理去想 是不是?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他真的這樣想 或者真的用這樣的目的去做 我就真的觸控費很好運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 完全是一雙情願 是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頑固一下最近這幾年 自從武漢肺炎之後 是不是? 很多歐美國家 都已經說要 要脫歐 減低風險 或者分散投資 就是陸陸續續的 已經做了幾年 其實已經慢慢承認 是不是? 好像最近說 蘋果都撤出去大陸了 都不去大陸了 是不是? 那這個 其實 台灣和蘋果做的那個 做手機的那個是誰? 不是台積電 洪海 就是國台銘 對,洪海沒錯 那個已經搬到印度了 是不是? 那時候不停報道 河南有多少萬人失業 因為蘋果搬走了 就是蘋果生產線搬走了 如果現在連蘋果都說要搬 那很多東西陸續有利 我們經常都說 有名的走 沒有名的走 你未必知道 但是效果就慢慢形成了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怎樣一雙情願 怎樣人民幣貶值可以增加出口 你出什麼口? 第一 你又沒有買家 第二 你生產什麼給我和你買 是不是? 沒有 你都沒有訂購 你的原料都買 沒有訂購買原料 於是你進出口都死了 現在 是連鎖反應來的 你沒有辦法的 因為其實 他很聽著的世界工廠 其實一說這個你很愚蠢 就是抵他被印度人騎過的 印度一早是用高科技 用軟件發展 人家做一個軟件 可能抵裂 抵裂不知多少千件的成衣製品 是不是? 薄熙劉不是說過 幾千條仔褲 幾萬條仔褲才換到一架飛機 是不是? 那時候薄熙劉做這個商務部長 那時候 好了 你如果說世界工廠 喂 你的原料你都要靠入口 做出去你才可以出口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人民幣貶值 你入口的東西都貴 是不是? 我當你成本多便宜 你人工多便宜 你成本都抵回數 所以我覺得這個 無論在實際層面 或者他們想像的層面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廂情願 以為人民幣貶值 就可以救回出口經濟 可以多謝人買東西 這件事我個人就不相信了 我不知道老總理信不信 我當然不相信了 不單止我不相信了 這個莫斯科都不是很想相信 很想相信 因為莫斯科 現在跟人民幣 因為美元制裁 他侵略烏克蘭 變成跟中共人民幣 對盧布管閉交易 如果莫斯科收到很多人民幣 當然他都會對美元 但手上人民幣 對他來說 貶值不是很好玩的 等於變成蝕水的 Mr.T 是啊 如果他走不及 都要虧 其實在接了人民幣 那一刻開始 他已經冒風險了 當然 所有人都知道 俄羅斯是經過香港 或者其他開放市場 買洗還手 什麼都好 換回美金 是的 我想香港都佔了一個很大的部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人家一時貶值 以及以大陸佬的做法 他做得出的 因為他操控性貨幣 我說要貶多少就多少 譬如我今次說我要貶兩成 就貶兩成都沒有問題的 他在說的 是嗎 是嗎 就不同美國 美國全世界都用 真的是市場決定 雖然可以引人錢 當然 你講到香港 香港變成是俄羅斯 用來運財同志的最佳通道 等於50年代 中共那時鐵幕國家和蘇聯 當時的蘇聯 和美國歐洲 就是美英那些西方陣營 就是冷戰時代 香港當時霍英東 就是利用香港來走私 藥滾走私很多東西 包括我相信不會流了武器 給中共 變成中共的續命 續命的一個最佳的地方 香港當時真的對祖國很有貢獻 現在今天繼續有貢獻 繼續幫中共幫習近平 去益俄羅斯 所以現在香港有些公司 現在被美國制裁了 因為你是通俄違反制裁令 現在現在繼續香港變成俄羅斯 用來換美元的基地 遲早也會再受罷了 講回香港的股市 最近都好像 有一段時間我們很少講香港股市 過去一個月 至少一個月 又說重上二萬點 看著 看著 衝上去 現在好像有點挫折的 Mr.T 其實都不是挫折 他都未上二萬點 二萬點就坐下來 就算現在你看 我剛剛這一刻 我們錄音這一刻 他都是一萬八千九百幾點 他是上了一百多點 但問題就說 那各位就看著 我們不是先知道 不過你問我 我就不相信他可以過到二萬點了 雖然很多人說 國家隊出手了 喂 你這樣總共國 還何來有錢 是不是 有錢他就不用 不用四處去掠水 不斷在香港打荷包 是不是 不用做基建 因為現在已經有人說了 一帶一路最成功的就是香港 是不是 其他都不懶惰世界 走了 所以為什麼一帶一路 所以香港沒有什麼 一部大都會 很多這些大型的基建 但是 這樣假的 香港死得了 如果香港死得了 那你的股市有運閒呢 再加上最近台海局勢 是不是 台灣不會打你 不過你共產黨 就經常說打人 如果真的一天擦槍走火 那 香港會不會有運閒呢 老總你覺得 喂 Mr.T 你經常講台灣 這裡漏了菲律賓 最近都頻頻出擊 中共的軍艦 魚船啊 什麼 那些是用民兵包裝的 一些有武器 有攻擊力的船隻 包括那些水帕還比 很多國家的海岸巡邏隊 南海你有沒有忽略了 到時擦槍走火 那我只是說一句 你覺得香港股市 用股市的角度 有沒有人走 我不覺得有 還有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南海可能還好些 都還是共匪和菲律賓的爭拗 開拖 開片 但是如果台灣 喂 那我更害怕 可能那時候 台灣一個飛彈射過來 台灣的飛彈能力 夠射到香港 是不是 你有基地在那裡 不動你 天馬艦 等你 你講開天馬艦 我可以講一些路邊社的消息 原來說 剛剛那時候共匪接手 將整個天馬艦的內部拆掉 為什麼呢 因為他怕 英軍埋下地雷 裝傻偷廳 洩定他們的秘密 我聽這些小道消息 我相信都可靠的 我相信都可靠的 就算你不可不可靠 正路 我想都會這樣做 是不是 只不如是一個可靠人士跟我這樣說 那我更加相信 是 所以香港的裝修業 在97年之後 有一段時間很繁榮 就因為多了這些要拆 全英時代的一些關鍵建築物的偷廳設備 是嗎 是啊 包括這個九龍城寨 裝什麼偷廳在裡面 要聽聽劉勢良在城寨裡面 有沒有什麼軍事機密啊 李鎮 是啊 我講九龍城寨 現在出的電影不是賣得很紅嗎 是啊 可能裝了一攝錄機在那裡看黃賭毒 有沒有東西看 你真是懂得開玩笑 顧著看那些三級東西 你說城寨 你又顧著三級東西 當然城寨跟偷廳電影都沒有關係的 要偷廳的呢 都不是你港英啦 都是中共啦 中共第一個偷廳啦 當然城寨實際是一個三不管地方 中共都有邊場莫及的 現在是屬性 拆什麼鬼 偷廳電影啊 裝什麼鬼啊 整座拆了它之後 沒有眼屎乾淨了 是嗎 是啊 但是變成了很可惜 因為我想經常都聽到 日本人是對城寨的描寫得很深刻的 而且他們只是找一些專人來拍照 把整個城寨過去的舊貓 是記錄在那裡的 那這件事就是 你如果說出來 你出來也很期待想看 雖然蕭若元就叫抵制他 不要看 因為他跟這個拍什麼 《私囊》啊 台海大戰 是那個是鄭成功 鄭成功時代 就是清朝的時代 修復台灣黨 《私囊》 當時從福建去修復 但是那些是歷史的東西 你拍這些影片 為什麼你都說要抵制呢 難道《私囊》修復台灣 你不能拍攝嗎 那問題就是說 是共產黨叫拍嘛 共產黨兩支筆 要是筆桿子 要是槍桿子 現在真是棄了 我當是筆桿子 不就是跟共匪宣傳 如何修復台灣 是天與人歸 沒有可能的 那你即是復和 你即是復和蕭若元 叫你抵制那位 承責的導演 你的意思呢 我又不是附和他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呢 那共匪這件事做什麼 大家心中有數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可以放心去拍的 等同而已 你會不會看《長津湖》 那樣拘役 不過這樣啊 你說他活該實際上 實際上他們都有可憐之注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國民黨的戰夫來的 但是硬要拿去做炮灰的 毛澤東那種陰招 你說他們活該死 有些東西 就是傷口灑鹽 就是他們完全是沒有足夠的衣服 裝備 就要上戰場要臭數 要搞人海戰術 毛澤東啊 中共這些那樣的 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做法 在他立國之後 不是立國 掌政之後 兩年都不夠 就已經把那些人推上去 所以你又不要說冰雕連活該死 你應該是共產黨 應該千刀萬割 共產黨活該死就不用說了 但是冰雕連 我很記得 最慘的是現在講一些出戲 長征文的出戲 就講到自己多厲害 多厲害 我們的軍隊都視死如歸 各國變成冰雕連都死而不悔 是不是 其實說這件事 我很想說這件事 我以我接觸的那些大陸朋友 也好 共產黨員也好 什麼也好 包括有學識沒有學識也好 他們現在經常都掛著口邊 抗美援朝 你想想可以反映到一件事 共產黨對他們 援騙得多厲害 當年打北韓 不是美國 是聯合國 是聯合國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沒錯 加拿大都要派軍去的 對 對 對 但是他們口中 經常說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他們現在是這樣說的 無論你是大學畢業好 或者所謂知識分子 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也反映到共產黨的不幹子 多厲害 當然有人說騙人 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外面其他東西 那我們當然不會相信他 根本又不是抗美 根本就是抗聯合國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抗聯合國 但是實際上中共 其實韓戰的始作俑者 就是北韓 金日成的 就是了 他們首先開第一槍 想侵略南韓 想霸賣南韓 想赤化南韓 美國就要來幫拖 接著就在聯合國 中國這個動議 調了聯合國大軍 又來 美軍當然是領銜的 美軍是最厲害的 剛剛打完 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 都只不過是六年左右 都不夠七年 要遠征 當時默克阿瑟中軍 帶領聯合國軍上人村 大家都知道 打得挺慘無人道的 美國聯合國軍 傷亡都不小的 不是說輕鬆的 當然到最後 兩邊都沒有完全取勝的 是啊 所以再說多一句 小弟有幸去過三八線那裡 參觀過 去過南韓那邊 但是我們過去的時候 就要簽身死狀的 如果北韓有什麼事 又被擊手射過來打死了 你沒有得遠 是啊 他開冷槍 你到時就陣亡的了 當然陣亡是你自己送的 我就去參觀了 我的遊客 我意思就是陣亡 其實是吧 你是跌過頭 或者走過身 走一陣子 就死亡 簡稱陣亡 好 好 好 讓你繞回 其實再說一件事 如果 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真的台海有事 那麼香港 會不會可以 繼續穩如泰山 用股市的角度看 你覺得香港的股市會守得住嗎 我想隨時不要說 不要說什麼萬七點 一萬點都守不守得住 甚至不要說歸零 歸到可能不值錢 因為不要忘記 現在很大部分的 所謂香港上市公司 都是一大陸股 都是一大陸股 各位網友自己想想 是 差不多大陸股佔了六七成 或者更多的行指的成份股 一有台海也好 南海也好 甚至東海也好 一有三長富短 軍事衝擊也好 戰爭也好 香港都很難緊以失眠 也都很難置身事外 更加不可能就是 你有你打仗 我有我發財 香港一定多多少少 變成戰區 或者戰區的後援區 就是要幫中共做後勤基地 香港人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那情況之下 Mr.T 至乎香港人現在都要為這些 未來這個動盪的局面 都要做一些策劃 都要做一些準備 不可以煮到來才吃 Mr.T 是啊 所以我們不停地呼籲各位網友 如果可以安排 就及足安排 因為這一刻 真的沒有人知道何時來 如果你說悲觀的 隨時會殺到埋身 如果你是樂觀的 可能過了今晚共產黨 陷入黨產 那就好 那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 那可能我在這方面 就傾向悲觀那邊多些 所以我就希望各位網友 真是自求多福 自己好好準備一下 因為我們講講很多次了 有時候不想再講 因為講到口臭了 不是講笑的 你怎麼說都是一個善意的忠告 大家要將一些可調動的 可以安排的資金 調到海外 我們叫做海外戶口 那就先保住你自己的身家 當然首先保命在香港 然後適當時間 你自己及身而退 這個海外戶口的資訊 我們當然都是給大家參考的 我們這個不是投資節目 我們是一個時政分析 不過呢 如果你加入我們Patreon計劃 我們會有一些 Telemate的資訊 給大家去參考 當然在在作重大的投資 決策之前 最重要都是資訊你的合資格 和持牌的投資顧問 才是財務顧問 才是真正的穩妥之道 在這方面 也希望大家繼續按個讚 一點點力 按個讚 就讓我們做影片 在網上散開多些人看到 今天也可以幫到多些人 當然大家的支持 大家CLS 無用歡迎 我們獨立平台 沒有了你們網友的支持 我們什麼又不是的 Mr.D 是不是 是啊 還有順帶講一句 我現在很害怕 老總你也知道 我六月中會去台灣 希望到時候共匪 不要遊圍台演份 沒事的 你最嚴酷的時間 你都過了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 你都不在台灣 你什麼圍台軍演都沒有你份 今天六月份應該可以安心出行 你真的 不是疫情那一種 祝你旅途愉快 我們下個禮拜都繼續 我們繼續做到節目 再下個禮拜可能會有些特別安排 可能都是用另一種方式 或者提早錄定給大家 總之 盡量保持我們節目不中斷 是不是 Mr.D 是啊 我們可以的話 一定盡定而為 也都希望 給到適當的資訊 有用的資訊給各位網友 好 節目到此 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支持 記得按個like 小爺出去留言 有什麼好題目 或者什麼好資料提供給大家 希望大家留言區寫下來 我和Mr.D會跟你跟進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也多謝Mr.D 好 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